來關心 為了拼圈 教授的臉書 臉書 臉書用救護車的主委 台北市政府現在 宣佈說安明才開始喔 可是如果不是急診的患者 腳電話叫救護車 也不是到急救的自信的便宜 而且也沒有完成急診的掛號 一次就要收千八塊 中間各種理由 腳一一救 請救護車到三天 並重聯誉 他這是占用救護車的情報 到底有多減兆 經過台北市消防局統計 關屋來七十八台救護車 十三年來已經出境超過一百三十七百處 也就是說平均每兩名台北市民 對這人腳一一救救護車 今年使用救護車超過十幾億 以上的人得一百四十九名 民眾只訂製本市的非急救責任醫院 急到急救責任醫院的急診 沒有完成整個就醫程序者 如果符合這個濫用的條件 我們就會收取一千八的這個費用 強調這項作法 就是希望把救護車 流口真正需要的人 並且如果是發生很難疼 它是不清楚 因為這是分配上緊急醫療狀況 腳一一救救救護車就不用收錢 而且台北市這項新的措施 會為十二位設備開始試試 也先為傳達第一台 對卵用救護車收錢的管制 記者中下部檔 太好感動了 太好感動了 遺孔 按摩 馬車